4月初又发生比特犬攻击女童的事件 农委会公告从今年3月1日起 禁止输入和繁殖比特犬 到明年2月底为缓冲期 美国和欧洲在1990年代 推出品种特定立法 也就是禁止饲养和繁殖特定品种动物 但是到了2021年 美国已经有96%的城市不用这项法案 因为在2010年 美国有多项研究指出 禁养特定品种的犬只 无法降低攻击事件 而是四组应该做到 预防犬只攻击才是正道 农委会在2020年 已经开始预告禁养比特犬 各地陆续传出了弃养潮 也衍生出收容所后续照养负担 和动物福利的相关问题 一起来看记者楼雅军远红书的报道 比特犬攻击事件 人人文之色变 个性比较凶残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品系的部分 那就进一步依法去公告 那在今年的3月1号以后 那就是禁止我们的饲养跟输入 有人说比特犬凶残 也有人说他们很亲人 他其实是对于主人 或是跟他亲近的人 是相当忠诚的 而且很亲人的 环境教育经验都会是影响 所以他其实是全面的 其实跟人很像 你不能够单就一个基因 就说他一定是一个暴力 是一个很坏 是一个会咬人会杀人的孩子 禁养令上路 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阿呆正享受着和主人相处的时光 在来到这里之前 他也曾经被认养过 但是当天就遭到退养 回来的时候满身是伤 因为他是动保的案件 不给任养 但是我弃而不舍 我又去了两次 三次 那我是去了第四次之后 他们同意来做家访 那时候动保处的处长 他亲自来勘察现场的时候 有做一些我们 饲养环境的一些建议 我们是按照他的建议 改善了之后 他才把狗让我们养 在桃园动保处的建议下 从庭院到车库的各个通道 都加装了防爬的不锈钢栅栏 阿伯刚来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忧郁的 我那时候真的是想太多 就会用人的角度在想说 是不是应该帮他找一个伴 一开始同样遭到拒绝 直到收容所制工 带着比比来家中访市 两只狗相处融洽 带养一阵子之后 比比也成为家中的一份子 但不是每只比特犬 都能像他们这么幸运 109年农委会预告 将禁止比特犬饲养 以及输入之后 各县市动保处担心 会发生弃养潮 媒体上的传闻的误会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掌握了一下 收容的比特犬 大概应该是不到70只 那这段时间内 也没有异常的增加 截至4月初 查询全国动物收容管理系统 有94只比特犬 待在收容所里 这项政策 有没有掀起一股气氧潮 我们实地走访 不同县市的动物收容所 一探究竟 那在3月2号的时候 民众在林口的顶府里的 一个设计广场 发现有一只比特犬 被绑在里面 进到我们园区里面的 不管是刚刚讲到的食货 或是不拟续养的数量也增加了 那增加的数量大概是3到4成 一零九年开始 的确就像刚才说过的 那个出现了一个 很明显的增加趋势 只是说至于算不算气氧潮 就是说我们历史资料上 比特犬他的染数量是相当少 所以没办法作为一个 那个是否发生气氧潮的依据 学习男子的右大腿内侧 大动脉疑似被咬断 导致失血过多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 学习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比特犬不时传出攻击 甚至致死事件 引发社会恐慌 农委会决定祭出禁养令 不当饲养可能是导致这类事件的主因 已经有多起攻击事件 都是没有细千绳的比特犬 攻击无辜民众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 先了解这次遭到禁养的两个品系 美国比特斗牛犬和美国十大佛下牛头犬 他的头这边会比较宽大 那下额的地方肌肉会比较多 显得比较壮一点 整个头型对一般的狗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再来就是他的肩膀 肩膀也是肌肉蛮多的 整个体型看起来是比一般的狗还要壮这样 所以他们如果咬人的话 的确那个伤害是比较严重 所以攻击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比特犬 其实这一类的犬种 或者是其他的犬种 比方说小型的玩具犬 像是吉娃娃 它的攻击事件其实也蛮多的 台大教授王立倩指出 美国和欧洲在1990年代 也曾经推出品种特定立法 简称BSL 禁止特定犬种的饲养和繁殖 动牛犬这一类的犬种 其实它们在乙犬上 可能是危险的 所以执行BSL这个法案 可以人道地去阻止它们的繁殖 然后有效地能够增进社区的安全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到了2021年 美国只剩下不到4%的城市 沿用这项法案 2010年附近 他们美国做了很多一系列的研究 他们研究结果指出 其实没有证实BSL这个法案 能够确实的有效的降低 狗咬伤人的发生率 上个世纪的品种特定立法 台湾在此时沿用 真的能有效降低比特犬的攻击事件吗 繁殖种犬有使用的年限 所以大概未来的两三年内 这些繁殖种犬不能再繁殖 其实法规它规定禁养 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慢慢减少 比特犬的数量 那其实犬肢攻击事件 未必局限在比特犬 所以你说是不是把比特犬禁掉 就可以完全减少掉犬肢攻击事件 我觉得是未必 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建议 预防犬肢攻击行为 比禁养特定品种来得更为有效 因为体罚的关系会让狗更焦虑或害怕 在更焦虑或害怕的状况之下 它情绪比较容易失控 就比较容易因为焦虑而害怕 导致一些更糟糕的攻击行为 王立倩指出 犬肢的基因 生活环境 四主的教育方式 都会影响狗的心理状态 这些因子与犬肢行为息息相关 另外了解狗的肢体语言 不只是看懂狗在说话 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因为狗在攻击的时候 它其实会表达一连串的讯号 比方说它可能会表达 一个安定的讯号 砸眼睛啊 然后舔舌头啊 或者是撇头这样 然后开始就僵直 然后吠叫 空咬 然后再来是扑咬 其他像是犬肢的休息领域 狗丸等资源 如果受到侵犯 也可能引发攻击行为 这些都是身为四主应该具备的尝试 全台湾还有近百只比特犬在收容所里 这些遭到弃养的犬之如何判定 他们就是比特犬呢 那我们运用那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方式 那去发展出一个辨识的演算法 来去辨别它的外观 是不是我们这两种的比特犬 截取犬只的正面照片 输入系统之后进行辨识 的确用这个系统判定出来 它就是长得像比特犬 但是长得像比特犬 跟它有没有攻击性 其实这个不能完全换成等号 如果只是长得像 就被归类为比特犬 认为它们具有攻击性 而受到禁养的限制 对这些动物来说公平吗 即便是血统纯正的比特犬 就能断定它具有攻击性吗 环境教育经验都会是影响 所以它其实是全面的 其实跟人很像 你不能够单就一个基因 就说它一定是一个暴力 是一个很坏 是一个会咬人会杀人的孩子 攻击事件背后的原因 没有人愿意细救 官方只是颁布禁养令 四主不负责任的弃养 人类的不作为倒霉了比特犬 桃园动物保护园区目前有二十一只比特犬 全国收容数量最多 这一区的犬只都是一犬一龙 大部分的时间 它们只能待在龙内 有两只它的环境破坏力很强 而且基本上没办法牵出来 那剩下一只也就是动保案 刚才提过有人丢在工作场所那一只 虽然说它的脾气不错 可以带得出来 但是它对我们的其他狗 就是具备明显的侵略性 太凶的狗甚至没有出笼的机会 有机会出来的所方人员 光是千绳遛狗都是一项挑战 农委会规定自今年三月一号之后 民众无法认养 只能以带养的方式 也就是所有权仍在收容所 同时规定现行比特犬四主 才具备带养资格 最近的这个案例是 它的比特犬真的比较激动 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控制 这只比特犬 那也担心影响说 会造成其他人的受伤 它会有连带责任 所以它就带来搬不理去 如果你觉得你的狗 的确有相应的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办法去寻求 比方说训权专家或者是行为受益的协助 来减少这些事件可能的发生 弃养的四主没有责任 被弃养的犬只未来的命运如何 得观察它和人的互动状况 新北市为了防止弃养行为针对比特犬的 四主推出中养方案 就协助四主不管是有照顾上或是医疗上或是饰养上的任何问题 新北斗保处一定会全力来协助 按照现行规定 比特犬出门必须细千绳戴嘴套 这两项规定就难倒不少四主 最后四主只能选择让狗在自家庭院活动 避免造成他人的麻烦 也避免邻居异养的眼光 只只点点啦 甚至就是对啊 就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养这种狗啊 然后它们会不会有攻击性啊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们那个相对 离里远远的那种很恐惧的那种表情 法规只是消极的让比特犬慢慢的消失 配套不足的情况下 让比特犬的带养更加困难 主管单位是否提供正确的四主教育 四主本身是否担负其教养责任 才能有效防止攻击事件的发生 随着动物福利和宠物行为研究 越来越受到重视 或许思考更多元的配套方式及策略 才能真正降低犬只攻击事件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周冠琪 我们下次再会